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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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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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你不应该呆在军统里 驰骋将场 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知道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讲 如果你真这么做得过 那你就是个懦夫 正好中了他们的机 可我发下过是 我这一辈子都要效忠党国 效忠党国 我并不是被他们所利用 你现在忠明的是你的道理 并不是你的国家 这是余珠 你能不能不那么走 大哥 我是不会离开天津的 销毁所有的鸦片 这是我的任务 我必须要去完成 如果你还是我大哥 我希望咱们兄弟俩 能够再次联赏 做兄弟 打鬼子救国家 好好想想 二弟 我写了一封信 机会被评了 你家里人知道你在这边 安然无恙 大哥 谢谢你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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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看看 沈大哥来信了 坐 你知道吗 你弟弟东明 跟我弟弟赵兰 他们都还活着 他们三个呀 现在都在天津呢 王姑娘 如今你弟弟呢 也已经有了下落 真的是一件 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 咱们这样 晚上我做东 我请你好好庆贺一下 这心上可是说 咱们二少爷也活着呢 怎么 你不高兴啊 我当然高兴 只是 我提前收到我弟弟的信 况且我弟弟的消息啊 我对家里人 一直是隐瞒的 所以 不太敢表现出来 我说呢 你怎么收到 这么大的消息 还能这么平静 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请你 正好我也发了工钱 也收到了这么大的喜讯 今天晚上这队 必须我来请 好啊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大少爷 我先把报社的工作给辞了 赶紧去趟天津 跟我弟弟会合去 报社可能最近离不开你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弟弟啊 反正现在是安全的 不如你给他写封信 让他来找你 他在天津 毕竟人生地不熟的 也不是长崎落脚的地点 你去找他呀 不如他来找你 是 行 我听你的 那我就给沈大哥去封信 让他告诉赵兰 赶紧来北平找我 信啊 我已经写出去了 我告诉多明 你在我这儿 我想啊 等他收到信 肯定会带着汪寨主 过来找你的 那我也得再写一封 双保险了 好吧 好吧 那我先走了 今天晚上我们赴香楼见 好 何兄弟啊 你确定能引出黑鸟技巧 再转移鸦片吗 我给张世耀的这封信里 提到了五处窝藏鸦片的地点 我告诉张世耀 明天我就会去捣毁这五个地方 我警告他 如果再不断绝合日本人的来往 还做鸦片的生意 我一定让他死无早神之地 何兄弟啊 这个玩笑开大了吗 张世耀本身就防守严密 我们再告诉他 我们要做什么 不把张世耀这个老狐狸引上钩 黑鸟技巧是不会相信 我们已经找到了鸦片的窝藏地点 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何兄弟了 我讲 行 那我这就让你去办 好 有劳了 老爷 我们又有两株火物被烧毁了 这是何冬明给你的信 何冬明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想烧毁我们所有的鸦片和烟灌 他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一定是想把我们的所有的鸦片贸易 一举灭掉 他这是找死他这 你快去通知黑鸟先生 让他严加防范 好 何冬明有多少人 据我们所知 他只有盐帮那近百位弟兄 不过听说 他最近从北平又调来了一些人 先生 刚刚捡获一封中国国民党发述的电报 据说在天津还藏有一大批的共党分子 都是以前同盟军的人 近期可能有大的举动 让天津市保安局严密监视 何冬明是共产党 可千万不能少去啊 我欲清除鬼子手里所有鸦片 还望大哥助我一臂之力 伪造一封军土的假情报 让鬼子戒火 然后引蛇出毒 查明他们最大的鸦片仓库 还望大哥鼎力相助 一举摧毁天津的鸦片交易 未知会 安爷 安爷 鬼子那边有动静了 说 鬼子 赠兵御家摇煤矿 鬼子的鸦片就在那 那咱们现在过去 召集所有的弟兄 准备进攻御家镇煤矿 明白 怎么了 何兄弟 天大哥 麻烦帮我个忙 何兄弟 你尽码说 把包内的五门大炮 拉到瑜伽镇去 这碗包内倒是有 可是都是以前的旧火 可没用不上了 我就是做做样子 那行 那我们兄弟们去给你准备 好 黑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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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可以认输了 你不要再强撑下去了 否则你会输得很惨 我还把他打得很惨 我还想吃 我给你打个包的 我会拿到 你去抄头 你去抄头 我给你打个包 我说我去抄头 这儿是你去抄头 黄军不是马刀帮的混合 何东铭他是打不赢的 还有 蓝熙你现在是满洲国的格格 我劝你一句 别总向着外人说话 你我是不会怎么样 但你的家人就难说了 先生 这里布房非常严密 就算何东铭他赶来 又无非是已软几时 要走得万无一失 石飞渊先生回日本了 大日本帝国把天津特务科 所有药物都交给了我 我不能让帝国失望 是 传我命令 部队继续再次出手 等天黑之后 把所有货物全部装车转移 转移 从何东铭这几次进攻套路来看 每次都是目标明确的硬工 也确实让他得手了 从这次行动来看 他也准备对于家镇进进进攻 他却不会想到 重兵布房的于家镇 其实根本就没有鸦片 就算他侥幸赢了 没有鸦片 那他也算行动失败 先生高明 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往哪里转移 准备十辆车 五辆装满煤炭 开往码头 直接运回日本 另外五辆 装载鸦片 不做任何防守 开往北平 直奔利红煤矿 先生 不做防守恐怕 一兵之计 就算何东民最后 发现了于家镇 根本就没有鸦片 他也会盯着有防守那一路 绝然想不到我 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是 不过 先生 不过什么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已经跟这事要打好照顾了 他会派人暗中 守卫我们的运火车 属下明白 告诉所有的部防士兵 不要分心 这是一场战争 让他们务必全心全意地打好的 将何东民等来访的所有中国人 一举见面 请先生 放心 帮主 你找我 坐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我已经给兄弟们烧信 让他们来天津了 好 等兄弟们到天津了 告诉他们 来到这儿就跟回家一样 帮主 不瞒你说 我从小失去了父母 只有姐姐一个亲人 从来没有人 像张帮主这么真心对我 我汪兆兰 感激不尽 我以前很傻 见谁都把人当兄弟 可毕竟人性格肚皮 最近这段时间 我待在码头帮 看到大家伙 就像是一家人 真的很好 不了解我爹地的人呢 会认为 他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帮主 可真正了解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爹地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一心只为别人考虑 你看我这丫头多不说话 行了 既然大样留下来 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以后也不要什么客道了 帮主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力的 对了 有件事 就是你那个结拜兄弟 最近两天烧了我五处铺子 还扬言 要把我连根儿霸击 何东明 帮主怎么不早说呀 毕竟你们是结拜兄弟 我不想看着你们自相残杀 帮主 不用多虑 我跟他已经分道扬镳 他是他 我是我 有什么尽管吩咐 那太好了 正好日本人有一批货 要运到北平 路上需要有些人防护 人机不能多 身手还得好 所以我觉得你去最合适 这日本人的货 为什么要我们保护啊 货虽说是日本人的 但是 最终销出去还是靠我们 说到底 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东西 明白了 没问题 后来 看得見 哎呀 我看得见 好 好 我看得见 最终销 就是私人的 第二次 你怎么会见 你别在我看得见 我看得见 呃 你别有 果然不出阿爷所料啊 鬼子运走了一批货 由重兵把手向码头藏下去了 是我终于出动了 盯着他们 派十几个弟兄一路尾随 不断地骚扰他们 能打就打 不能打就撤 这是小鬼子放的烟雾弹 大批的货物还在后面呢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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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准备 少留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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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别叫我 三弟 咱们早就不是兄弟了 何东边 今天是我码头帮跟你盐帮的较量 来呀 怎么你死我活 三弟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卡车 里面装的全是鸦片 你现在不是在帮码头帮 你是在帮日本人侵略中国 少废话 你打死我 这些活全你的 汪大主 这里头真的装的是 小鬼子运送的鸦片啊 我知道你也是个打鬼子的好汉 想必不会真的站在鬼子那边吧 少废了给我戴高帽子 今天你们打死我 老子就把你们全部干掉 给我打 先生 大路多长时间 快两个小时了 伤亡情况如何 我方没有伤亡 可是对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刺杀 因为他们没有主动进攻 所以我们也没有主动出击 害了 上当了 何东明根本就没有想过打这里 马上命令部队 上出去 包围我们运输队 先生 不许好 保余哪一路 当然是装着鸦片那一路 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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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你醒醒把鞭子证明不误了 什么这次 何冬明 你也在我们一起打过鬼子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跟我回马头帮 面见张帮主 今天我就帮你一条生路 你个是非不分的混蛋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应该把你从鬼子的监狱里救出来 让你死在里面 救我 笑话 我只记得你对我开了两枪 我知道 你现在不相信 但是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当初我让徐老侃 在你的嘴巴里塞了一个馒头 馒头里有一张纸条 让你等待救援 可是你没看纸条自己就跑了 所以才造成今天的误会 如果你还不相信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东北 让徐老侃证明一切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加快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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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 大帝 这些鸦片是专门用来阻害中国人的 如果真到了老百姓的手里 我们不用打就败了 先烧了这些鸦片 再解决我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少废话 我信不过你 你 这样 我跟你走 只有一个条件 先毁了这些鸦片 不可能 沈家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弟 大哥 二弟 三弟 你不用说了 我是不会背叛我的当国的 三弟 引爆炸弹 消灰鸭 是 消灰鸭 三弟 撤 三弟 二 二 你居然让何农明得手了 毁了我们的祸 我甘愿受罚 来人 把他关进来 你输了 你应该兑现你的承诺 我跟何农明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你想干什么 何农明的父亲何思昌 现在是北平商会的副会长 我会逼着他答应 让北平所有的商家都从事鸦片社 我看何农明还少不少我的鸦片 卑鄙 卑鄙 幼稚 战争从来只有胜败之分 哪有卑鄙高尚一说 这些都是何农明逼我的 看着哥哥 从今天开始 哪都不能去 我盐帮众兄弟有幸结识各位英雄 来 包丢一杯不成敬 哪里哪里 要论真英雄啊 您二位才是 我们几个只不过是江湖满意的阿姨 来 我们几个敬二位一杯 行了行了都不客气了 在我心目当中 你们都是英雄好汉 干杯 来 阿姨 您是不是有心事 咱们烧了小鬼子的货 黑鸟吉桥 一定会对我们寂静报复的 何兄弟啊 冰来降荡 水来吐银 你呀 就不要太在意了 话是这么说 但是黑鸟吉桥这个家伙 历来阴险狡诈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阿姨 这个你放心 我们几个现在已经跟着你身边了 保证你安全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 我是担心黑鸟吉桥 会对我身边的人进行报复 这样 我们现在就会被拼 家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们随时回来告诉你 也好 你们自己也要多加注意 这个就不劳二爷您费心了 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说 在这北平城 我们想找别人麻烦容易 别人想找我们麻烦容易 那简直势必登天哪 还行 听诸位刚才这么你说呀 几位倒是神人呀 日后如果有机会 我田某 想请诸位加入我们盐邦 对 感谢天帮主 我们几位自有官了 不急不急 你们啊慢慢考虑 我盐邦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着 来 挂酒 真没想到 你居然能如此迅速地完成此次重任 真是让我不得不对你刮目相看 康先生您过奖了 这都是分内的事 康先生 蓝芯怎么样了 她为了帮我骗了黑鸟机枪 黑鸟机枪是会怀疑的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 蓝芯姑娘非常安全 一旦她会有什么危险 你放心 我们会提前通知她转移的 如果感到危险再转移 那还来得及吗 黑鸟机枪是不会放过她的 你想啊 在东北的时候你们就见过明 当时黑鸟机枪也在场 可事后呢 黑鸟非但没有对蓝芯姑娘 采取任何的报复措施 反而听从了她的建议 离开了赤房 康先生 我不明白 为了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 非得牺牲个人的感情吗 东明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我们干的是革命工作 牺牲个人感情在所难免 革命道路艰险且长远 踏上这条路 就意味着牺牲 不光是个人感情 甚至还有 生命 哥哥 就算你不喜欢黑鸟先生 那你就当演演戏嘛 嗯 既然是演戏 那你也不用太认真 你呀 吃好 喝好 这样才能跟他们长久的耗下去啊 黑鸟先生 黑鸟先生 我 我白天说的都是气话 你看 分明就是那个何东明利用了你 他利用你对他的感情和信任 编造了一个谎言 别怪我 怪我没有好好分析 结果上了他的道 好分身的晚餐啊 这么好的晚餐不值得就太浪费了 你要知道 像这样的晚餐 不是任任都有资格享用的 对了 我提醒你一下 何东明放弃附加公子的身份 偏偏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干什么地下工作 现在不光是我要对付他 连国民党安杀名单上 都有他的名字 因为那个不能总之 都不够 你又不降了 不要弄我 过来 有一点 关系 那这个有点 是 有的 什么 不要 注定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天津已经彻底暴露了 安全期间 我打算让你跟我还有几名同志 一起离开天津 后天的火车 可先生 我想继续留在天津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完 不光是为了拦戏 我烧了日本人的祸 他们一定会报复 如果我离开天津 他们一定会把报复的目标 锁定在我身边的人身上 所以我不能放 可是你留下来怎么保护他们 你也知道 我还有两个节外的兄弟 他们也在天津 我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误会 需要解释清楚 据我所知 沈家梁已经加入了军统 你现在去找他 就不怕被他暗害 不会的 这一次烧了日本人的祸 他也参与了 如果他的尚风知道他 不仅没有除掉 反而还帮了我 他一定会处在危险之中 他是我的大哥 我不能一走了之啊 可是你一个人 你放心吧 在天津 有盐包那么多兄弟保护我 如果想明着除掉我 不太可能 那我怎么跟老董交代 他还等着我带你去见他呢 好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要谨慎 多加小心 是 我明白了 动手吧 什么说 你死而无憾 让我向自己 结拜的兄弟下手 我做不到 可惜他是共党 可我从没有见他 做过任何危害国家 和人民的事 难道仅仅是因为 政治立场的不同 就要除掉他吗 你不要忘记你是军人 军人是以服从命令 为天职 沈家梁 在你除掉何东明以后 你也得死 这是上风的命令 念在我们同僚之谊 有什么遗言你就说吧 我一定帮你转当 我沈家梁从来没有 做过对不起党国的事啊 我一定会帮你把这计划 转达给你的家人的 我说我沈家梁从来没有 背叛过党国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从你进入陶蒙军那一刻 就已经叛党 我打的那是日后 陶蒙军的口号是反党抗日 反抗草子头晒钱 抗日只是亲眼事 你抗钱你跟随的是 党国叛徒吉红昌 就在前几日吉红昌 已经被秘密逮捕 押送北平 你跟随一个叛徒 和党国对着干 这就是叛党 为什么我回到北平的时候 没有人 想借刀杀人是吗 你信不信我就能弄死你 你以为弄死我就一了百了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错过对的时间 泪藏在笑容背面 相拥着温暖你用眼 幸福总是擦肩 谁留在你身边 梦醒来诺言依然 思念着纠缠着 似水流年 黑了还是再见 小小的青春花火 我们都曾经声说 像流星一样散落 留下了是非对错 CTXC 深圳的理想框游 没试过这泪眼光 月月的年华已不再 这漫漫的岁月的温泽 难得理想狂悠 没试过这泪眼光 月月的年华已不再 这漫漫的岁月的温泽